《红楼梦》的佛学思想 吕贞关 2016年3月12日 讲于武汉市洪山区隐形人咖啡馆 隐形人 大家好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但有些人还没到 我们先讲一些闲话 贞关在隐形人咖啡馆办过不少讲座 包括《大乘起性论》导读 和《新经》所说的解脱与成佛方法 另外也讲过《大波涅槃经》 评论过几部电影 都是讲《第八识》 《第八识》是唯识学所用的名词 它能生万法 在佛教的理论体系 具于核心的地位 佛教的法义 可以用三界唯心 万法唯识来概括 意思是说 现象界也积六根六臣六石 全部都是第八识所出生的 在这个体系当中 第八识居于核心的地位 唐朝的赵州从审禅师 说第八识是泛丝严汉 意思是说 他是一个贩卖丝严的人 每次都公然逃税 大摇大摆地经过税务局 但是大家都看不到他 以唐朝的时空环境来说 这个词非常贴切 但对于我们来说 最好叫他什么呢 最好叫隐形人 为什么呢 你根本看不到他 他虽然隐形 却是开悟禅师 所认为的真人 林济易玄禅师 称他为无畏真人 意思是说 他是在现象界 没有处所的真人 我们所看到的人 是假人 像大家看到真官 坐在这里 听到真官说话 这是一个假人 但是 另外有一个隐形人 跟假人存在一种 奥妙的关系 必须用慧眼 才能看到他 假不是真 不异于真 《红龙梦》的主角 是假宝玉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人物 叫真宝玉 知道这个人吧 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从真宝玉和贾宝玉 两个角色的安排 就知道曹雪芹 是懂佛法的人 贾宝玉象征着 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假人 为什么说他是假 因为他存在的时间短 而且会不断变迁 所谓的变迁 就是他出生以后 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 最后衰老 死亡 变成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他是假 也就是暂时的存在 法律界有个笑话 书记官拿着假执行的判决书 要拍卖一个人的财产 那个人说 这是假执行 怎么来真的 假执行在法律上 是指暂时的执行 在终审判决确定以前有效力 比如说一审判决之后 这个人已经得到胜诉了 就可以向法院提供担保金 要求拍卖对方的财产 这样叫假执行 假扣押 假处分 也是来真的 都有法律上的效果 所以 佛教承认有三界万法的存在 并不是空无论 比方说 在座的诸位 都是活生生的人 但是我们都是暂时性的存在 这种暂时性的存在 称之为假有 相对于假 真就是永恒的存在 假我将来一定会死掉 在死掉之前 还要承受很多痛苦 比方说 冷 热 肚子饿 生病 为了生存 必须努力工作 争取相对稀缺的资源 才能够活得稍微愉快一点 假我一定会跟烦恼相应 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一点 如果你是永恒的存在 就不需要烦恼这些生存条件了 真 永恒这一边 完全没有烦恼 假 暂时存在这一边 必然有烦恼 佛教的核心法意就在于 准确的区别 短暂存在 与永恒存在 把它们分别清楚 并且弄清二者的关系 这样 你就可以见到真理 找到究竟解脱的道路 这称之为见道 佛教的修行 是为了断除烦恼 证得圣贤的果位 大家所熟知的阿罗汉 是解脱道的第四果 阿罗汉已经把烦恼都断除掉 死后入无欲涅槃 以后不再有未来式的无欲深 四果之前 还有出果 虚陀还 二果 斯陀汗 三果 阿那汗 出果是解脱道的见道位 就是见到真理与解脱的方法 阿罗汉这个果位 不容易在一生当中证得 但是出果就容易多了 经典中常常有记载 有人去请教佛陀或者圣弟子 佛陀或圣弟子 跟他有一段问答 问答结束后 这个人已证得生文出果 除了解脱道之外 还有大乘佛菩萨道 修习佛菩提道的人 不取证无欲涅槃 不断地再来世间度众生 乃至究竟成佛 仍然不取证无欲涅槃 利乐众生永无穷尽 学佛可以分为文、思、修、正四个阶段 曹雪芹的佛学程度 至少是文思佛法成熟的程度 也许已经到了修正的阶段 他写《红楼梦》 是为了阐述真与假的佛学命题 因为这个缘故 读者必须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 不然就没有办法懂得小说的宗旨 小说次数来历 乃是通过假语村与真是尹 这两个人 把《红楼梦》从太虚幻境传到人间来 网络上评论《红楼梦》 说假语村就是假语存 这个部分基本是对的 另一个人物叫真是尹 大家就弄不清楚了 有人说真是尹 是真是尹 说《红楼梦》用假的小说情节 来影射一件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这种想法似乎言之成理 但却不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待 《金刚经》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佛教认为 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存在的假有 并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真正发生过的 只有真时 即第八时 和它所显示出来的无违法 即真如 涅槃一真法界 才是真 大家可以参考《红楼梦》第116回 太虚幻境的牌楼上写着 真如伏地 可以证明 曹雪芹所谓的真 即是佛教的真如 而不是现实发生过的某件事 所以 真是瘾应该是真实瘾或真实瘾 意思是真实的东西 即真实 第八时 我们是看不到的 因为能看到的通通都是假有 我们刚刚说过 隐形人才是真人 这个真实就是隐形人 真实即第八时不可见 我们要怎样去找到它 关键是要了解 真与假的关系 这正是《红楼梦》的主旨所在 今天刚来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问我 怎样找到如来藏 怎样找到第八时 我有点惊讶 因为我在咖啡馆讲过许多次 大部分的人只想浅尝 并不想深入 没想到跑来一个人 问我这么认真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大 没办法三言两语交代清楚 不过《红楼梦》会给大家必要的线索 很多人今天只是来随便听听 这也是非常好的 法华经说 只要你跟佛教有一丁点的善因缘 都是皆已成佛道 也就是说 你未来成佛的道路已经铺好了 虽然距离你成佛的时间 还有多长 我们不晓得 总之 是结了一个很好的姻缘 《红楼梦》有真府与假府 真宝玉与假宝玉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曹雪芹有强烈的意图 想要利用《红楼梦》 阐述真与假的关系 真实与虚假的关系非常重要 如果他们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都会很可怜 我们的五蕴身是虚假的 死掉以后什么都没有 就算有一个真实永恒的存在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真实就是虚假 这又不符合道理 幸好 真与假并不是没有关系 砸《阿寒经》讲五蕴 非我 不义我 意思是说 五蕴假我不是真我 但二者没有什么差异 有人说 刚才你提到的真跟假 没有什么差异 很多哲学文章也是这么说的啊 是的 真与假的关系 一直是个热门话题 有些哲学家会参考佛教的理论 佛教的基本理论是 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这两句是排比句 意思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第八识 基心 会留住种子 形成三界万法 欲界 色界和无色界 合成三界 三界 相当于现象界 以现代的观念 种子 相当于资料 或数据 例如电脑通过接口设备 将资料往外输出 就会变成影像 生影 我们可以透过键盘 鼠标等接口设备 往内输入 我们在屏幕看到的资料 在硬盘当中 有另一个版本 要是忽然停电 屏幕的资料会被毁掉 但是硬盘的资料 可以保存下来 可以再重新输出到屏幕 所以我们可以说 屏幕的资料 不等于硬盘的资料 但是二者没有什么差异 《红楼梦》的主角 是贾宝玉 但另有一个真宝玉 他跟贾宝玉是两个人 但长得一模一样 性情也雷同 这是在引设 真我不是假我 但二者却没什么差异 佛教主张 五蕴 即色受想行识 色韵为肉身 其余四韵为心理功能 与山和大地 都是资料输出之后的结果 而行韵 即身形 口形和异形 则可以改变存储的资料 五蕴 只能短暂存在 因此是假我 第八识存储的资料 可以永久保存 称为真我 假我不是真我 但是跟真我 却没有什么差异 这就是杂阿汉经讲的 五蕴 非我 不义我 曹雪芹显然懂得这个道理 比如 我做好事 除了人家对我印象很好 还会修改第八识存储的资料 所以我显示出来的样子 和第八识 有一种对应关系 这是一对一对应 也就是说 我做的好事 不会寄到别人那里去 别人做的坏事 也不会寄到我这里来 这样才能够保证 因果报应 不发生错误 刚才我说过 真是指永恒 但这会发生一个问题 要是第八识全体都是永恒不变 它就没有办法被改变 这样 它就没有办法跟五蕴互为因果 就像硬盘 里面的内容 必须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硬盘的外壳和功能 却是不可变动的 这样才能永久保存资料 同样的道理 第八识也有两个部分 能藏的部分 必须是永恒不变的 所藏的部分 必须是可以随时变更的 如果把第八识比喻为 古仓 能藏的部分相当于仓库 所藏的部分相当于 存放的穀物 也即种子 穀物可以搬进搬出 所以经常发生变动 但仓库必须长久不变 才能保护穀物 不被风雨所破坏 第八识便是这样 有永恒 也即真的部分 也有无常 也即假的部分 二者和和 不可分割 这称为 真忘和和 比方说 我开启电脑 在屏幕输入资料 某一个客户 欠多少货款 没有还 关机以后 屏幕的画面就没有了 但这些记录再开机 又可以掉出来 因为有第八识的缘故 如果今天我亏欠了你 我欠你的这种状态 到下辈子还会被记住 这就是因果报应 能够发生效力的原因 第八识会记住 我们所造作的一切 包括善业 恶业和无忌业 什么叫无忌业 它是与善恶无关的 深口异形 像弹琴或学习其他技艺 有的人天分特别好 这其实是 他过去识已经学习了 知识、技能、喜好、习惯 都是属于无忌业 也会被第八识保存下来 佛经讲 有的人五百识都是夫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习惯生活在一起 所以每一识都是夫妻 第八识出生三界万法 用古代的说法就是 种子留住成为三界万法 这可以用现代的网络游戏来解说 网络游戏的世界和里面的英雄 都是由服务器输出资料 到玩家的电脑屏幕 在有些游戏中 你可以飞到天上或潜到水里 你在同一个游戏里面 可以跟其他人互动 别人也跟你一样 看到同样的游戏世界 在真观看来 大家以为的现实人生 跟网络游戏没什么差别 只是这个游戏非常大 整个宇宙都是它的范围 我们共同的环境 地球 太阳系 银河系 类星体 乃至天文学家观测不到的部分 全部都在这个网络游戏里面 我们的定义是假 只能暂时存在 真可以永恒存在 以网络游戏来说 服务器是真的 电脑上显现的画面是假的 服务器固然不能永恒存在 但是它存在的时间相对较长 在每一个游戏人物的生死相续当中 这个服务器必须一直存在 不然这个游戏就整个回了 所以我们姑且说服务器是真的 现在大家想想看 如果生死轮回当中 真有一个服务器存在 它存在的时间 一定要尝到无法想象 只要我们可以一世一世地轮回下来 而且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就可以证明这个服务器 必然先于所有人而存在 以后如果还有人存在 它也不能坏掉 它要是坏掉 我们全部都不见了 有人发现它的世界 其实是电子讯号组成的世界 是被创造出来的 然后它通过某种方式 进入到创造它的世界 没想到这个世界也是假的 最后啪的一声 好像电源断掉 什么都不见了 同样的原理 第八十出生三界万法 如果第八十突然不运转 我们会突然间不见 山河大地也会瞬间消失 注意 是瞬间消失 而不是慢慢坏掉 幸好第八十是永恒的存在 所以这种事从来不曾发生 以后也不会发生 网络游戏有两种玩法 一种是一台服务器 连到很多终端机 终端机都不能储存档案 另一种玩法是属于分权式的 每一台终端机 也即电脑 都可以储存档案 第八十属于第二种 与每个人相应的第八十 会记录个人的夜行 输出个人的五蕴 但是大家共同居住的环境 则是共业友情的第八十 共同输出资料而显示出来的 唯一的造物主 创造一切友情和事件的主张 称为唯一本体论 佛教主张共业友情的造物主 也即第八十 创造一切友情和事件 这可以称为多元本体论 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 问 人和人之间是不是联机的 我的第八十是我的山河宇宙 跟我联机的人如何运作 我就感觉不到了 但是这个第八十是每个人都有的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答案 对 没有错 我们这个五蕴声 是由跟你相应的第八十 为你创造出来的 假设一个人干了坏事 比如过去是把人家右手砍断 此时一出生就没有右手 这个果报是很准确的 砍掉的是人家的右手 在出生时就是缺右手 不会缺右脚 也不会缺左手 有送命通的人观察到这件事情 知道有一个东西主宰这件事情 要主宰这个事情 一定要先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不管干了什么好事坏事 总要把它记录下来 不能说要发生果报的时候 不知道他以前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五蕴声 包括聪明或愚笨 强壮或瘦弱 都是个别的果报 山河大地 也就是生存的环境 是由众生的共业决定的 这是共同的果报 例如地球的环境 包括世界暖化 海平面上升 南极臭氧层破洞 这些都要地球上的友情 共同于承担后果 如果说某个东西是D-80出生的 从某种角度来看 其实它也就是D-80的功能 比如我们说电脑的CPU 中央处理单元 才是真的 可是它向屏幕输出资料 也是电脑的功能 为什么一定要切割开来说 只有里面的才是真的 外面是假的呢 佛教也说 既然三界万法都是D-80所出生 那么一切的有违法 与D-80岂不就打成一片 通通都是D-80 这种有违法与D-80打成一片的状态 佛教称之为一真法界 有上面的基础之见后 现在我们开始讲《红楼梦》 贾宝玉进入太虚幻境 上面写着一幅对联 假作真实真意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由此可以看出 曹雪芹安排的真与假 是在影射真与假 他想要告诉大家真与假的关系 想要理解《红楼梦》 这幅对联非常重要 但是百度百科都没有人去解释它 显然大家并不明白 这幅对联的意义 希望这个讲座之后 大家能够把真观的解释 尽量转贴出去 别让曹雪芹的苦心埋没太久